全新的公园爸爸抱着小朋友 从溜滑梯往下滑 结果下一秒 两个人滑到飞出去 大人抱小孩一起惨摔 实在吓坏了 爸爸膝盖擦伤了 小孩痛到娃娃大哭 意外不止一次 其他小朋友一起溜滑梯 最后摔在一起 这里是高雄凤山16号开幕的新公园 就被家长指控溜滑梯超危险 坡度太陡 溜滑梯太宽 扶手离太远 执疑缓冲不够 小朋友容易摔在一起 真的太危险 家长认为下滑速度太快 孩子暴冲根本停不住 但养工处解释 这座溜滑梯只给5到12岁小孩玩 滑出缓冲段标准28公分 这里是70公分 高度也在15到38公分内都符合标准 像他旁边他都有写说 他是适合5到12岁 去游乐园我都会看一下 他是不是几岁到几岁 那希望就是说 未满5岁的小朋友 可以到我们沙坑型的溜滑梯 磨粗糙一点 让小朋友在那边 比较不会说整个滑出来 新开幕的溜滑梯 却频传受伤意外 公务单位说一切符合规定 家长孩子只能自己小心 要是滑下来爆冲飞出去 只能自然倒霉 记得杨氏武 陈杨山高雄采访报导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燕窩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把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喔